1月12日是何友军24岁生日,与西梦瑶陷入爱河中的他却敬得出席,两人的社交账号都没有任何表示,然而私下却对粉丝意外惊喜,何友军在某包厢举办了豪华生日宴,西梦瑶则高调出席一直陪在何友军身边,从现场照片可以看出这是一场小众生日宴,大部分人应该都是何友军的粉丝,西梦瑶身穿热裤,大袖长腿,他和何友军站在一起接受有人的祝福,显然像是艳风的女主人,照片中未看到赌王四太及家人的身影, 何友军与一众年轻朋友玩得很嗨,视频中他说感谢大家从不同城市前来参加生日派对,常常网友表示派对地点是澳门KTV,原来是何友军的大本营,在半个月以前就有很多网友在日本偶遇两人,游玩日本,西梦瑶又陪何友军回到香港见家人,两人可能不小过早公开练情,与网友拍照时特意错拍,一周前港媒在机场拍到西梦瑶乘机离港的镜头,眼前的记者发现送西梦瑶到机场的车就是赌王家的车,可见西梦瑶曾在南方家里逗留, 之后保持低调并没有让何友军送他,其实他们的恋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,四泰在未见西梦瑶之前都不太认可,视频的转机则在去年四月,西梦瑶被拍到陪四泰一家去泰国旅游,之后接受采访时四泰对他在场有加,他说西梦瑶是好女孩,很有上进心,做事头头是道,为人非常细心,这四句话算是妈妈对儿子女友的最高评论了。